什麼可能都有可能 但是這個可能性挺低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賴清德的個性 我覺得他是要參選到底 那麼在這中間當然在初選 他們因為是全民調 那麼真的要見真章之前 我相信黨內會有很多 想要協調的努力 但是賴清德為什麼 在不告知所有人的情況底下 用大家說突襲的方式去登記 因為他勸退 因為他知道 他跟誰講 大家都要勸退他 那我又何必去問 因為我問了以後 大佬叫我不要選 然後我又非要選 覺得我們感情就不怕不怕 就尷尬了對不對 好像我很不給大佬面子 所以我就還不如 我就去登記了 讓大家知道我的決心 那麼我覺得韓國瑜是這樣子 就是說賴清德說 韓國瑜是百年一件的 罕見的政治奇才 我覺得他的確是國民黨內 百年罕見的政治奇才 因為國民黨的人 政治性格其實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國民黨的人比較缺乏群眾魅力 但是韓國瑜 他全身都是政治細胞 國民黨的人 從古到京 就從以前到現在 都喜歡打經濟牌 不是韓國瑜要打經濟牌而已 每一次國民黨選舉都打經濟牌 可是國民黨的人選舉打經濟牌 很乾你知道嗎 不Sexy 不吸引人 讓人家覺得很無聊 都講一些專有名詞 很乾這樣數據這樣子 離人民很遙遠 可是韓國瑜打經濟牌就不一樣了 全民都被他帶動了 所以他的政治細胞是渾然天成的 這是不在話下 第二個 我看他在分析賴清德出來選 我覺得他也是國民黨裡頭 非常稀少少有的 有政治洞見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在看民進黨 其實是看得很清楚的 雖然我說最後蔡賴又一家親 然後大家又疏疏的又好了 又蔡賴配 這個可能性我認為是很低 但是韓國瑜講得對 如果演出這一出 我們也是要 國民黨也是要小心 所以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我覺得韓國瑜在看民進黨 就是說如果國民黨在那邊偷笑說 看好戲 民進黨要分裂了 國民黨就錯了 我覺得韓國瑜他的政治洞見 也是國民黨裡頭 政治人物少有的 所以你看他的肢體語言 他對政治的評論 然後他在回應的時候 你就很痛苦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就很愛聽 那麼話說回來 所以賴清德沒有錯 今天如果韓國瑜所主導的 他不管選不選總統 我就講 國民黨每次都打經濟牌 國民黨有哪一次不打經濟牌 如果說是韓國瑜選的話 一定是經濟牌 市場牌 對不對 賴清德選 他唯一的正當性跟小英比起來 就是說我選比較有名 你小英選 就是哪裡那邊爬不起來 民進黨我們四個 所以賴清德走的路線 就是他在幫謝龍介 對不起 不是謝龍介 幫郭國文輔選的時候說的 最後一口氣路線 就是說如果蔡英文選的話 可能民進黨連一口氣都沒了 但是我選最後一口氣還會在 台獨的命根子不會斷掉 台獨的命根子 要來這邊最後一搏 所以賴清德走的是神主牌路線 這個韓國瑜是經濟市場牌路線 賴清德跟其他人不一樣 你看很多民進黨的人也都跟進說 對我們要來比賽賣香蕉 賣鳳梨 招商 賴清德不來這一套的 賴清德就直接 我就是神主牌路線 我就是意識形態統獨大對決 所以這兩個 當然賴清德的出場 本身就戲劇張力十足 好看 這戲好看對不對 不然民進黨沒有戲 戲分越來越少 越來越邊緣化 現在民進黨戲分一下多了 雖然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現在一個頭兩大 到底蔡英文跟賴清德要怎麼辦 可是大部分人都是覺得好戲 民進黨那種Kiss 那種以前不怕損 怕搗 這種氣氛又出來了 我覺得賴清德參選 基本上我還是覺得 對民進黨是加分的 從韓國瑜在今天的 這番專訪的談話當中 他似乎也認定了 民進黨最後有可能會由賴清德出現嗎 當然 但是我們要反過來講 今天我們的天后 就貧秀琳 專程到高雄去 當然不是去訪問市長對不對 他心目中是訪問誰 政總統候選人 他問的問題是賴清德的主張 起碼他參選的聲明 所以韓國瑜如果是只是 我做市長就好了 現在沒有去想這個 他應該很禮貌的說 貧小姐你還是回台北吧 我不接受這場專訪 他講得頭頭是道 他根本就是要選了 不是嗎 他漏了口風了 不過他今天的講法其實不新鮮 我甚至還有一段話 要講給韓市長聽 給他做參考 第一點他講沒讀那個例子 第二點他犯了所有國民黨 到目前為止 反應賴清德參選的人的看法 完全一樣 我認為這裡頭有很大的迷思 因為賴清德 國民黨人喜歡把他講成很毒 是那四大佬推他來參選 他第一個時間點他沒答應 反而小英竄上去了 現在他向那四大佬低頭了嗎 接受四大佬的看法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個動機 國民黨一開始就看錯了 我覺得賴清德 是所謂這次出來選 是因為他在麻豆浮選得非常辛苦 他看到民進黨已經奄奄一息 已經快要完蛋了 這個明年一月的選舉 如果總統輸了 大概是輸了 也不要講如果了 那席次 國外的席次又非常的慘 那就民進黨幾乎完蛋了 這樣的話他想到台灣的未來 是從民進黨的角度 去想台灣的未來 他就是真的 真的就義不容辭 我希望國民黨人記得我這句話 賴清德的參選動機 絕對是就王屠存 而那個王就是民進黨 不要把他看成是四大佬 逼他去彰顯台獨的這條路 今天如果小英跟賴清德 我100%支持賴清德 而不是因為認同他的台獨主張 而是認為他的治理政府 治理國家 還有他的法家 得到民心的支持 遠比蔡英文好得多 當然是挑他 他是民進黨裡頭最好的 同樣的道理 我們也希望國民黨將來 也是挑一個最好的 現在賴清德出來以後 國民黨喜歡用毒把它套起來 但是如果他讀是不可原諒的 你們是統嗎 你們不是 你們就是不讀 所以今天統讀對干 其實是一個假議題 因為民進黨不敢讀 國民黨不願統 統讀怎麼是議題 現在其實已經演變到 就是為了為了 阻擋也好 抗拒也好 拖延也好 對岸 對台灣的統 民進黨已經演變到就是說 要拒統 拒統 國民黨就是不讀 所謂拒統跟不讀 這個才有對戰關係 才能夠相對稱 而不是一個是說我要讀 然後我不讀 這個是不好看的 其實他採用的方法 民進黨是什麼 民進黨是抗中 國民黨是核中 他的具體方法 民進黨其實也只能做到 去中國化 國民黨就反反去中國化 我覺得這個是最務實 最公平的講法 因為你看賴清德講得很好 賴清德怎麼講 他說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是看他黨內的同志的光譜 他認為他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我告訴大家 民進黨裡頭的人 每一個都是台獨工作者 你知道嗎 所以他講他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並不見得說他比誰都獨 大家不要誤會 大家不要誤會 你將來他如果他當然不會選上 選上就有問題 不會選上其實我們這些 我們今天的談都是白談 沒有用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 他有更進一步仔細的解釋 他說我的務實 就是我遵守台灣前途決議文 台灣前途決議文 就是沒有法理態度 所以他既然沒有法理態度 他就沒有踩到 北京跟華盛頓的紅線 你有什麼好討伐他的 然後他的台灣前途決議文裡頭 有三點 一個台灣是主前途的國家 還有中華民國是借來的名字 還有前途由2800萬人民決定 他這三條裡頭 唯一不對的地方 就是中華民國擺錯的地方而已 所以他的最大惡極 在選民投票裡頭 並沒有國民黨想像那麼嚴重 所以如果賴清德 真的代表民進黨 會 他代表民進黨 進入大選的時候 我認為他應該少講社阿扁 第二點就是毒性 你覺得他會少講嗎 我認為會 還有他那個毒 不要掉入國民黨的陷阱 就不要上了國民黨的檔 就把它修正為反併吞 反統一 反九二共識 這樣的話 韓市長代表國民黨的話 你講的這一些 他力道就大大的減損 如果不是你去我看看 我說現在韓市長的講法 這個統獨的講法 還有兩邊對抗的講法 還是在國民黨 這些有意見的人的 同溫層裡頭的老式的講法